最后我们要介绍是WebDuno在MQTT的使用 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功能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其实是用这个 就是那颗闪电 各位你还记得吗 我们这一颗是随时侦测你的装置状态 那怎么侦测 用MQTT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在线上我就丢个讯息出来 那他SERVER收到了回应之后 我就把你这颗变绿色的 就像这样 所以没有回应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知道你没有在线上 所以你执行神智也就没有反应了 利用这样去做那个动作 那么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叫串联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一直没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其实WebDuno如果有多个装置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一个是光明电阻 一个是LED点取证 有没有人规定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 有时候这样有个小缺点 因为当你LED点取证在亮的时候 请问光明电阻会不会受人家 会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像超商一样 诶 你门进来的时候 在门口那边有一个门铃 然后我的铃铛是坐在里面 可以这样吧 如果铃铛就坐在门口那里 是一种方式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人在仓库 我人进来的时候里面之为会叮咚 那以我们现在家里面比较常见的做法 那可能就是用 无线 那个 应该是无线电的吧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红外线的也可以 反正接得到就好 那我们用这种也可以啊 也就是说我一个板子放在外面 一个放在里面 那我就可以透过串联的方式 你提供光明电阻或是 红外线感受器 我里面提供风铭器 当我这两个串起来的时候 只要你那边有讯号 我这边就会接到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这个是串联的功能 我可以多个装置串接起来 可是用串联有一个缺点 只要中间有断掉了 你的程式就不能再执行 他就没办法执行下去 那我们用MQTT是可以 应该说可以改善这个状态 那我有写好几篇文章在介绍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 这个叫用MQTT打工他的正都两脉 因为呢 我们现在在这边用的 你看开发版是不是就这三个 对不对 所以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那你可以控制得到吗 比如说你可能有 现在有一些有那个 就是像什么那个 像小米的手环 有没有 这个侦测套 如果他有侦测套异常 假设 他如果能够串联MQTT 我可不可以发一个讯息说 现在有什么状态 可以吗 今天不同装置之间 也都可以用这个MQTT 因为MQTT是一种通讯协定 他不是认署哪一个 就是哪一家厂商的 大家都可以用 你也可以自行架设MQTT的Server 那MQTT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点像广播电台 各位 或者像无线电 你应该知道如果 警察 他们用的频率是哪一个 有听过火腿主吧 我如果知道他们频率是哪一个 切过去 可不可以听得到 像我当兵的时候 我是当无线电的 所以我们如果 是出任务的时候 他会再加一个东西 叫加密器 你要去拿一个加密器 加进去 把我们之间的通话做加密 这个也跟我们网页一样 各位 你们网页上 有注意过这个锁头的问题吗 有 还是你觉得 有没有锁头都没关系 反正我们家 是开放的 其实现在 那个Google浏览器 他会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家的 这个通讯协定 不是HTTPS 他上面会显 不安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在这里 HTTP 比如说我去这里 比如说我去这里 这里 不好意思 因为我最近有加密了 哈哈哈 好 改一个改一个 我想一下哪里还有没有的 好 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不安全了 所以那个S 叫做SSL 通讯协定里面的加密 他只负责加密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过程 但是没有针对使用者 也就是使用者是谁都没关系 都可以用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网站 因为网站我做的 哈哈 所以当网址会记下 对不对 好 那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的MQTT就是类似的 你今天只要我跟你收听同一个频道 你在上面讲什么 我就可以收到 可是呢 听广播的时候 如果你假设我现在8点58分 请问你8点50分的内容 你还听得到吗 除非那个电台有录下来 对不对 不然过了是不是就过了 MQTT嘛 改换哦 也就是我好像广播出去了 如果你有收到的 你就收到 没有收到的 过去就过去了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 好 了解这个概念 现在 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上面我有提到就是 你如果想比较清楚了解 那个MQTT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了解它的一些 运作的一些概念的话 就可以用 可以 我下面记得有写 有没有 什么是MQTT 这个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 刚才也提过了 既然它是一个通讯协定 所以其实 你只要可以用这个通讯协定的装置 而且呢 SERVER是同一台 频道相同的 一个广播电台 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节目 它只要播端不一样 这个节目就不一样 只要能够融化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收听 A节目 我就会听到A节目的内容 收听B节目 就是听到B节目的内容 那 像WebDuno里面 它还有一个叫Webbit 教育板 这个呢 也有内建MQTT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今天 就算他们自己家的 这些开发板又沟通 我可以用这个沟通就好了 我就不用担心说 我不同的厂商 或不同的开发板 我之间沟通要怎么办 可以像这样子 那 有了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彼此之间传送讯情 那我们进到这边来 你看这里 哪里有MQTT 在进阶功能里面 你先查一下看看 有一个MQTT 最下面这里有一个MQTT 就是这个 你看 它的功 那个积木 是不是就这几个而已 就这几个 那 先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我再看一下另外的文章 在85月这里 85月这篇文章 就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曾经看过 官方不是有一些测试吗 那个 作品的影片 对不对 好看一下 有没有看过这个 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我变大一点 哈哈哈 还在跑 有有有 因为这个我把它变成GIF 你记不记得 我们有在看手机上的画面 跟网页上的画面是会同步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玩的寂寞吗 不是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看我这边 这边状态变了 有没有这边就跟着改变 这个就是MQTT完成 如果你这样没有印象 不要紧 礼拜二我们还玩过一个东西 点击灯泡 模拟器的时候 点击灯泡完了 我们有没有请你拿出手机 你是不是也在上面点 可是我们就有发现一个问题 手机上你点开灯 可是电脑上会不会变开灯 MQTT都会开没有错 但是电脑上那个图片的 是不会变 所以我那时候是预告的时候 礼拜四要讲这个 你了解 所以用这个 我就可以真正去控制 所有的 不管是网页 还是我们的装置同步 这样你就会更一致 这个就是MQTT的应用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就先来用一下 不过我比较抱歉的是 因为呢 现在 他的这个积木 跟我当初写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改变 所以也许 你看我上面那个教学 好像 会跟你现有的使用 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 我这里有补充 在那篇文章 我补充一下 因为他有修正了 告诉你 要怎么用 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有问题 是因为 最近 有某科大的同学问我这种问题 不能讲哪个科大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写在文章里面 我们要写是哪一家的 只秀出那个对话而已 就这样 他就问我 因为他是那个 某科大 不是 某艺术大学 他们要做表演 那现在 你去外面看表演 很多也会有一些 这种科技性的应用 投影现在是几乎都在用 那种投影部分 那他希望 那个 表演者 因为他在 好像是法国 他想要能够 那边按了开灯 这边就把 台湾的灯关掉 那边打开 台湾这边按下去 就把那边关掉 这里打开 这样 可以吧 你要做到这个 要怎么办 他给我他的图 是他要用这样子 然后呢 他也真的做出来了 就是这个 等于是 有点 怎么讲 初级的 看一下 有没有 他这里有一颗按钮 按下去 有没有这个 亮 那我这一颗 再按一下 是不是这边亮 那他就做好了 就再寄到法国去给他 就好了 那天了解 所以那边只要能够上网 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了 就是这样子 那我当初为什么 建议他用MQTT 是因为 我们如果用 刚刚跟各位讲的概念 我直接用这个串联 不是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对不对 我如果勾巧 直接用就好了 可是 你要想 如果表演的场地 网络不稳定 或者是连线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城市就断掉了吗 那是不是还要把这个城市 再重新右上角 再执行一次 你在表演中 要怎么执行 按下去 怎么没有声音 然后就说 对哦 怎么怪怪的 然后那个后面听到 对对的赶快去按 要按号 这样不是很累吗 那我们用MQTT 没有这个问题啊 你即使断线了 他只要重新连上线之后 又收到广播 他是不是就知道要亮了 这样了解 那个概念吗 所以用这样是 比较不用就是担心装置 如果离线或突然断掉的问题 那这是我那时候的考量 那有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玩玩看吧 对不对 来请先找到我们的 你们要哪一个 用哪一个 用这个继续玩下去可以吗 反正他送什么没关系 哈哈哈哈 我们先把光明先停止好了 好不好 因为这样才干扰到嘛 希望看到到底有没有 收到讯息 把它显在这里 所以请你先把光明的 那个 显示 这一段 这个 先把它停止 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停用积木 如果你要更狠一点 丢掉也可以 不然你就把它收纳一下 有没有一个收盒 有没有觉得小一点 就变小小一颗 按右键收盒 需要做这展开就好了 记得重点是停用 收起来不是问题 要停用 我们不希望他受到干扰 好可以了 那我们找一下 MQTT这里 按下去 好 你把它按下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有个疑问啊 我怎么知道MQTT在哪里 那server在哪里 对不对 WebDuner它自己有内建的 所以呢 现在新的积木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 一定要先告他server在哪里 好那 现在这个积木呢 你已经不用了 如果你不是要用 别人加的 你要用他们自己加的 你只要用到下面这三个就好了 这样拿着 好 我就告诉他 我先来设定 接收好了 好不好 先来这里 这个 好 当我从哪一个地方 就是哪一个频道 反正我现在都同一台设计了 什么 当我从哪一个频道 收到讯息的时候 就做什么事情 可以吗 我把它拿出来 这个积木 第三个 请你把它丢出来 我就 放在上面 好了 好 这个动作它不断的执行 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重复啊 那些动作 它就是 等于说 它随时在什么 Standby了 Standby了 OK 当我收到 什么 这个 这个 地方 就是要 请你填 你们家的 收听的频率 所以这里把它称作主题 比如说我们大家用同一个 好了 因为我们希望是一起收听嘛 对不对 所以要转到同一个频率 可以吗 来我们用 假设今天的 PASS 好了 PASS 0910 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们自己的群组 哈哈哈 你进到这边 就会收到 看谁发出来的 好 看谁发出来的 我就 大家一起收听这个 PASS 0910 这个频道 好 如果呢 有收到讯息的时候 我就把它显示在这里 可以吗 好 那既然叫显示 是不是要找最下面显示文字 按一下 显示 显示 丢在这边 有没有 当我从 这个频道 收到讯息 我就把它显示在我的右手边 显示什么内容 是不是就接收到什么讯息 好 找到进阶功能 MQTT 有没有一个叫做收到的讯息 第四个 你把它丢出来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你可以执行看看 你可以稍微先执行看看 执行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一片寂静 没有人讲话 对不对 好 那我来做 我来按下去 我来发送一个讯息给大家 好 所以我现在这边 我就来 MQTT这边 我来发送一个讯息 你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积木 发送什么讯息 是不是到哪一个主题 哪一个频道 所以我是不是要发送到这个频道 把它复制起来 点下去 贴过去 那我现在就发送给各位咯 来你看我执行一下 诶 现在网路不通吗 对 对 你们现在都有收到 那代表什么 只要有人在相同的频道 无线电的频道 只要有人讲 是不是就会收到 哦 这样了解什么叫MQTT 所以如果你有特殊的指令 比如说我说A 就代表什么动作 诶 你们以前在学校没有 学校如果要跳舞啊 或做什么 人家说A做什么动作 B做什么动作 然后就会一直 开始 啊 攔起举起来 哈哈哈哈 啊怎么样 对不对 红旗放下去 不是在讲那个 就做什么动作 那你收到指令就做什么动作 就跟这个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说 诶 我收到了 假设我收到的是光明电阻 的那个数值 假设光明数值比较大 可能超过50好了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灯关掉 表示现在比较亮啊 那就不用开灯啊 那当他可能地域 比如说20的时候 诶我就把灯打开 这样合理吧 所以他有丢数字 那至于你要不要反应 就看你要等待什么 通关密 有没有了解 什么叫MQTT啊 所以其实没有你想的 那么困难 因为他就是一个通讯协定而已 就像广播一样 好我的 有没有 哎呦 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讯息 送出来了 对不对 对啊 这样有感觉了吗 有感觉了之后 可以玩一件事情吗 诶简报最后一页是做什么 财心术诶 我用另外一段路